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台洽工 没有去海巡署洽工 应该是说海巡署有人跟他有接触 所以在这个部分总共有14个人居家隔禁 并不是说海巡署有14个人 指揮中心证实按920确实是海巡署邀请来台 但并没有进到海巡署内部 而且按920CT值偏高 两次CT值都超过30 而且抗体呈现阳性 指揮中心研判应该在美国就发病 到台湾几乎已经没有传染力 保险起见还是匡列相关接触者 毕竟疫情严峻 但彰化还是有一名李先生 从中国大陆返台奔丧 按照规定到医院残检 但途中却因为嘴唇不舒服 竟然找牙医诊所就医 30分钟后再回到隔离所 已经违反居家检疫规定 被罚10万元 因为CDC勾集了那个健保的资料 才发现这个违规事情 还是提醒社会大众居家隔离民众 如果有身体不适现象 需要就医 要先主动与当地卫生局联系 才不会违反规定 遭到开罚 在旧特达大学 台北部罗